还有一个女装的视频 就是我那次卖货特意为你换女装 记不记得 然后你说你换完之后 你就说你看到之后 你就说你的心跳很快 那是真的吗 是真的呀 而且当时我是在外面 我那天是在外面拍摄 然后那个学校那边拍摄 就水了我们很久 我们还下着雨 那我刚刚我们对外里面等待 我就想开会直播 跟大家聊聊天 吐槽一下这件事情 然后就来怜我了 当时我那期你怜完 我做完挺开心的 为什么 因为感觉我那天心情很不好 就是学校 他们那边叫我们 7点钟就去那边等 然后一直等 等到9点钟 外面还下着雨 然后他们一直没来拍 我们就想着 那为什么这么早把我们叫过来呢 而且后面就说不拍了 后面11点 等到11点 导演组他们来了 就说今天不拍了下雨 嗯 然后心情可可差那天 那你心情很差 看到我女装你心情就变好了 对啊 然后当时心跳还加速了 对 当时觉得可好玩 你觉得好玩啊 就是当时就是看到你之后 我心情好很多啊 心情好很多 为什么心跳加速呢 你还特意为我换的女装来哄我 当时就觉得 你是觉得 哦 你是觉得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然后特意换女装去哄你 我 我就觉得你是特意 就当你自己说特意换女装 然后问我好不好看嘛 嗯 嗯 那你为什么心跳加速呢 就喜欢呗 这有什么啊 我现在换的女装 我也能心跳加速 我要不一定要换女装才能心跳加速 现在 就是因为是不一样的感觉啊 你现在每天都在我旁边 嗯 然后你突然换那种风格 我肯定就是内心会有点心痒痒 就比如说 就是 你喜欢玩一些 变装 Cosplay什么是玩的 那个意思是在告诉我 啊 今天 那明天是个女装 后天是不是就是什么兔子 什么什么女仆什么之类的吧 我可没说 我可没说 我什么都没说 其实是你自己脑补出来的 借气您问 就给我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啊 而且我之前连白我有说过 我想看你穿那个仙女服 嗯 然后他那天死活不穿 还有一次PK 因为他这个我还是 就是有点小小小情绪了 当时我们PK我赢了他 嗯 然后我就说 那你换个仙女服 你过来跟我 就是跳一个 跳个性感性的舞蹈 嗯 然后他说死活不跳 死活不跳 嗯 然后当时我还有一点小情绪 然后第二天 第二天 他就主动换那个仙女服来跟我连迈 所以你就很开心 对很开心 就心动了 对 对是这样的 所以那你第一次对我心动 就是看我换上了那套那套女装 这也不行 就是心里感觉不一样 而且那是本来心情就低落 然后看到人就开心很多 哦 那所以说你真正第一次对我东西 是由我换上了那套仙女装 是这个意思吗 在之前连迈之前都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觉得我这个人挺有趣的 应该不是第一次动心吧 当然是我心里也心跳加快了 那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嗯 你撩我的时候我也会心跳加速啊 我撩你的时候 对啊 就是 就那些鬼迹多段的话 我打PK的那些 就是刚认识的那几场PK 我撩撩你的时候你也会 对啊 就那些鬼迹多段的话 就有点我脸可红 我有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就回看之前的录片 他确实有的时候 我就是搞一些什么的的时候 他确实脸会变得很红 然后就会那种 啊别整啊别整 他之前就老叫我别整别整 所以当时你说的每句别整别整 就是你心里已经在慌乱了 已经在千句万骂了 我心里就是不知道呀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哦 原来如此 哦 对啊 他延连天给我 他以前 以前跟他脸卖的时候 他头发都要好吐了 每次好好的别整别整 他肯定吃过的 他已经很老了 他一定吃过了 那个坐来 他 apologiz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